九星王… 雞鷗殼都在底下 因為臺白石刺車 青菜刺車就到了八千百 八千百都起了30宝 我們雞鷗殼 要百五宝才有起五宝 所以說 沒有什麼好,假人家來講,不說蓋沒桌 那你覺得會影響民眾搭乘的意願嗎? 我覺得不會,因為有需要的人就會擠,不需要的,你就去國家消費也不會擠 那你今天載了多少客人? 都今年,今天載了差不多七百個吧 八個都沒漲到,都110、120,漲個五塊錢而已 基隆都是短程的,沒像台北說一跳,從東氣到西氣就170、180就漲很多 我們這邊都是短程的,都100塊90塊,100塊90塊,根本都沒漲到 那20個客人裡面大概只有3、4個是做到比較遠的,160、150 所以基隆市沒有時候差很多 民國76年到現在 那你覺得到現在那個景氣的起伏現在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 還是差很多? 民國76年我出來開一天就10賺就2千塊 那現在10賺才1千塊 這20幾年物價波動多少? 現在油錢扣一扣 車租扣一扣 或者是自己的成本扣一扣 只能10賺1千塊 民國76年我出來開就10賺2千塊 那之間這種物價波動多大? 有差啦差一點 有差一點 貼一點點 那這樣子會不會影響民眾達成的意願在基隆市? 您覺得呢? 應該不會 差 目前 今天是第一天嘛 還不想 還第一天 那你預估應該是不會的? 不會 應該幾乎 因為都是短程的 所以基隆都是短程的 那當然有影響怎麼沒有影響 你漲價的話就影響了 怎麼沒有影響 您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整體來說您覺得是好還是不好? 整體來說是要漲啦 因為七八年了 開玩笑 但是漲價會不會影響民眾來達成的意願? 您認為? 應該是 基隆應該是還好 民眾知道 這個七八年 左右了嘛 都沒有在動 小房東沒有在漲價 只有油價有在漲 所以您覺得民眾 可以體恤 這種漲幅是還可以接受的範圍嗎? 目前是有聽說這樣子而已 因為今天才第一天漲價 所以看不出來 因為我們明天還要開會 要不要漲明天才有機到 所以 那如果按照新的急劇的話 到崇佑是要漲還是不用漲? 都要漲 可是它那個距離的話 到崇佑是需要漲還是不需要漲? 如果以新表計算的話 是都要漲 明天我們開會 結果以後 我們再決定哪一天試試 哦 對